中立体逆生长!用18岁少女机灵拍写真,要问老公。 被誉为最经典美人鱼的中立体今日,30日,为拍摄代言保健视频广告专程来台5天,一到台湾就非常开心地说,来台湾真的好开心啊!有好多好吃的东西! 中立体表示自己来台湾一吃就爱上的是脆皮鸡排和珍珠奶茶,她兴奋地说,真的到天堂了。 她更表示自己能了解女生想减重的痛苦,因为她自己也很爱吃甜品,曾为了减重,两个月借掉糖,让她大哭辛苦,两个月后直到去旅游才放弃借糖。 她为了保养身体,最注重的就是不让身体吃生冷的食物,不喝酒,咖啡因,还有肠道健康,每天都喝2000C,C的水,表示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宫,不排除再为老公生一胎男生。 中立体拥有三个可爱的女儿,大女儿张淑琴,Yasmin,二女儿张紫琴,Jaden,及小女儿张紫宁,Kayla,她提到今天刚好收到一个真人秀节目邀约,是想邀请她的大女儿上节目,被问及是不是恋爱类的节目。 中立体开玩笑说,我不会给她谈恋爱,其实Yasmin已经有个外国男友,目前在加拿大电书,中立体也看过男友本人,认为是个不错的男生,不但会下厨做饭,还会提醒女儿要打电话给妈妈,让她赞不绝口。 访问中提到最近孙鹏,迪丁的孩子在国外电书的新闻事件,问中立体是否担心女儿,她则表示有提醒要格外小心, 但认为女儿在国外读电影,视野打开了,拥有很精彩的生活让她觉得很骄傲和开心,但也提醒将要出国深造的孩子要多多注意言行,她表示,因为在美国常发生这样的事情,恐怖攻击,所以会很敏感,只要说我要Bomb马上就会被抓。 拥有幸福家庭的中立体被问到是否还可能再拍性感写真,她笑开怀并表示,现在要拍的话要问我老公吧。 她忠实于开心生活,要有新鲜感,她说在结婚一周年时想给老公张伦硕一个惊喜,让工作完回到饭店就看到她在饭店里,想把这惊喜感动的一刻录下来,没想到张伦硕一进门就全身脱光,让她傻眼,中立体笑说,本来想公开的视频都不能播了。 中立体笑说,她老公是一个很性感的人,尤其是写歌的时候,期待能再推出新作品,换她当老公的头号粉丝。